为协助区内居民就业白沙榜额基层组织设立集装箱求职中心 帮助不同职业需求的民众进行职业配对 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求职培训 新的集装箱求职中心设在榜额21民众俱乐部 包括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在内的多名区内议员到场 参与今早在这里举行的职业展 为区内居民提供心心相连和成就计划下的职业配对和培训 成就计划2004年起在白沙榜额区推出 自冠病疫情爆发以来 这项计划已帮助区内超过200位居民找到工作 其实我们今天居民有给我们一些反馈 那当然就是一些找工作的挑战性 然后当然一个挑战性就是他们可能是要重入其他的领域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重入这些领域 所以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工作辅导 然后看他们能不能转型转工 另外榜额海滨区11月也将退出新的平台 让自由职业者可以在平台上刊登广告 细节将在下个月公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